对于当一只小虫子好不好这个问题, 伙伴们的看法和我不一样,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来看看伙伴们是怎么说的, 来,大家读一读。 我的伙伴们都说, 当一只小虫子一点都不好, 而我却是这样看的, 来,一起读一读。 不过,我觉得当一只小虫子还真不错, 我喜欢当一只小虫子。 诶,那为什么伙伴们会说, 当一只小虫子一点都不好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一至二自然段, 找找伙伴们认为, 当一只小虫子一点都不好的原因吧。 好,我们一起默读, 不出声,不止读,开始。 同学们,你们读完了吗? 你看,第二自然段当中有许多词语,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在这里,老师要提醒大家注意, 这个字单独唸的时候念第三声鼓, 但在词语当中,他要念轻声, 跟我读屁股。 还有这个词语, 加点字,在单独的书时候, 他读第一声一, 但在这个词语当中, 他需要变调,读第二声, 跟我读一不留神。 好的,同学们,读完了, 你找到了吗? 伙伴们为什么说, 当一只小虫子一点都不好呢? 你看,我们蹦蹦跳跳的时候, 一定要看准地方, 不然屁股会读。 被苍尔刺痛得一不留神, 我们会蹦进很深很深的水里, 被读一读, 淹得昏透昏恼, 其实那深水只是小狗撒的一泡尿, 孩子们都觉得毛茸茸的小鸟 很可爱, 但我们小虫子呢? 读。 没有谁会喜欢小鸟。 当小虫子有这么多不好吗? 让我们快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吧。 请同学们读读这句话。 同学们, 你们知道苍尔是一种什么植物吗? 看, 这就是苍尔, 原来我们在植物妈妈有办法这篇课文当中学到过, 它浑身啊, 都是带刺的铠甲。 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只小虫子, 屁股上被扎进一根刺, 两根刺, 满屁股都是刺, 你会觉得怎样呢? 李老师已经看到有同学在揉屁股了, 对不对? 那你会说什么呢? 一定会说, 哎呀, 屁股好疼啊。 那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醒小虫子, 来一起带着动作来提醒它吧。 我们蹦蹦跳跳的时候, 一定要看准地方, 不然屁股会被苍尔刺痛的。 同学们, 你们提醒小虫子蹦跳的时候要小心, 老师想提醒大家, 古字的写法。 请看, 这个字是个左右结构的字, 左窄, 右坑, 我们来学一学这个字该怎么写。 现在左半格, 写一个月字, 撇, 横着弯, 横撇, 那, 李老师要提醒大家, 这个字的第六笔是横折弯, 它和船字, 班字的第八笔是一样的, 千万不要把它写成了横折弯钩。 底下的右字的横折, 需要撇向左下格, 那, 要写的舒展。 好, 同学们, 学了这个字怎么写, 让我们一起来写一写吧。 注意写字时候的姿势, 眼里本一尺, 胸里桌一拳, 用端正的坐姿, 写端正的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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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同学们, 你们写好了吗? 看一看, 你们的字在填字格中的位置, 对不对呢? 好的, 孩子们, 小虫子除了屁股会被苍耳刺痛, 想想看, 它还有哪些地方可能会被刺痛呢? 我们来看一看, 脑袋, 脸, 手臂, 背, 肚子, 腿, 还有脚, 你瞧, 有这么多的地方, 会被苍耳所刺痛呢? 来, 请把这些字和词送到句子里面, 去读一读, 提醒提醒, 小虫子蹦跳的时候要小心吧! 开始! 你老师听见了, 同学们啊, 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这些红色的字, 它们有一个共同点, 你发现了吗? 对了, 真是火眼金睛, 这些字都有月字, 还有吗? 我又听见了, 这些字都和我们的身体有关, 对吗? 像这样子的字还有很多呢? 请大家读一读, 注意加点的字, 说说你的发现, 开始读吧! 这样吧, 我们先来说说你的发现吧! 你发现了什么呢? 这些加点的字都有月字, 对吗? 那你还有不同的发现吗? 好! 第一行加点的字, 月字都在这个字的左半边, 我听到同学们喊出来了, 第二行加点的字, 月字在这个字的里面, 或者是下面, 真棒! 那李老师还要再问你了, 你还有不同的发现吗? 再去仔细观察一下, 已经有同学找出来了, 瞧, 当月字在这个字的左边时, 它的第一笔是撇, 那当月字在一个字的里面, 或者是下面的时候, 第一笔的撇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对呀, 它多淘气呀, 第一笔的撇变成了树, 你瞧, 汉字是多么的有意思呀, 一个字, 它的笔画位置不同, 样子也不一样, 刚才在读的时候, 有同学说呀, 老师, 这里面有些字我不认识, 那碰到不认识的字, 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它呢? 该怎么学会认识它呢?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对, 说得不错, 遇到不认识的字时, 我们可以查字典, 不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我们可以使用部首查字法, 现在请大家拿起字典, 用我们学过的方法, 去查一查你不认识的字吧, 开始, 开始, 请大家看, 感谢观看 李老师也查了字典 请看这两个字 第一个 免负 它是我们躯干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胸部下面 第二个字念胳 胳膊指的是肩膀以下手腕以上的部分 你看 它们都和我们身体部位有关系 那这两个字 一个念胃 一个是肾 它们啊都是我们的身体器官 现在我们大家知道了 叶子部的字呢 大部分与身体部位 与身体器官 有关系 我们一起帮帮小虫子 去找一找 它的身体部位吧 来 全体同学 站起来 我们一起 帮它 找一找 动一动 开始 动动我的脑 来 摸摸我的脸 伸伸我的胳膊 拍拍我的肩 摸摸我的肚子 弯弯我的腰 扭扭我的屁股 摸摸我的脚 同学们 刚刚摸着你们的脑袋 摸着你们的脸蛋 摸着你们的肚子 有没有觉得肉肉了呢 那这些字 为什么会是月子部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这是肉子和月子最早的字形 分别像一块肉和一个月亮 这两个字 演变到小钻石 字形变得非常相似 所以后来 肉子旁和月子旁的字 就混在一起了 你们知道了吗 所以啊 发展到现在 有月子的字 已经只有少部分和月亮有关 大多数都和我们的身体部位 与器官有关了 你看 当一只小虫子 真不好 真是时时要留意 处处要小心啊 要不然全身都容易被扎伤呢 来 读一读 我们蹦蹦跳跳的时候 一定要看准地方 不然 屁股会被苍儿刺痛的 哎呀 真不好 难怪伙伴们会这样说 读吧 当一只小虫子一点都不好 除了屁股会被苍儿刺痛 当小虫子还有哪里不好呢 读一读吧 发现了吗 这句话中有一个烟字 什么是烟呢 如果游泳的孩子就知道了 烟啊 就是从头到脚 全都泡在水里了 孩子们 你觉得这是什么样的水呢 哎呀 能把人淹没的 当然是很深很深的水哦 小虫子 在这样的水里 会怎样做呢 想想看吧 对呀 它会拼命的滑 拼命的蹬 拼命的喊救命啊 对不对 好不容易挣扎上岸了 它呀 只剩下 昏头 昏脑了 来读一读这个词 你发现 这个词语当中 有几个昏呢 对了 两个昏 那这两个昏 说明了什么呢 此时的小虫子 已经怎样了呢 对 它已经 晕头转向 迷迷糊糊 什么都不知道了 哎 其实啊 那深水啊 只是小狗 撒的一泡尿 来读一读 老师听到 已经有同学 忍不住笑了出来 没有想到 把小虫子 淹得昏头昏脑的水 竟然只是小狗 撒的一泡尿 来看 一泡尿中的尿字 我们的 身子表中 还有两个字 跟它很像 你找着了吗 对的 请看 就是 P字 和 使字 我们来仔细观察 这三个字 你发现 这三个字 有什么共同点呢 我听见了 你们说的是 这三个字 都是半包围结构的字 都是 狮子头 对吧 你看 这就是 狮子的 甲骨文 金文 大传 小传 及 凯体 在 甲骨文 和 金文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 狮子 其实 表示的是 一个人 须蹲身体的样子 一直到 现在的 凯体 这个字 才变成了 封口字形 你瞧 看样子 这个字 可是和我们的人体 有关系哦 我们再来观察 那 这三个字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被同学们 找到了 你瞧 狮子 加上 笔字 就是 辟字 笔 就是这个字的 读音 它看起来 像不像一个人的 两条腿呢 两条腿间 放出气体来 那就是 辟 把水 喝进肚子里 排泄出来 就是 尿 把吃进去的米 排泄出来 就是 屎 看来 这三个字 都和什么有关呢 说对了 这三个字啊 与我们的身体 排泄物有关 你瞧 含 狮子的字 现在大多数呢 都与我们的身体排泄物有关了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观察一下 这三个字该怎么写吧 同学们 请你们来说一说 怎样才能写好这三个字呢 说得真不错 这是左上包围的字 铁要写得舒展 好 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这三个字该怎么写 首先 横折 要写在上半格居中 铁要舒展 老师要提醒大家 树弯钩 要写舒展 超出 狮子头的 右端 尿 水字中的 树沟 洗笔和落笔 都要在树中线上 那 要写舒展 超出 狮子头的右端 诗字 右下部分的 米字 这一树 需要写在 树中线上 那 要和 尿字的 最后一笔 一样 写舒展 超出 狮子头的右端 好 学会了怎样 续写 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同学们 你们写完了吗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两位小同学的作品 先来看 这两个 屎字 有哪里没有写好呢 对的 右下部分的 米字 撇 不够舒展 写得太短了 那 这一幅字呢 屎子和尿字 右下被包围部分 写得太紧了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注意 一个字 在填字格中的位置 和它的肩架结构呢 你瞧 仅仅就是小狗的一泡尿 也能 让小虫子 昏头昏脑 来 一起读吧 其实啊 这深水 只是小狗 大得一泡尿 你瞧 难怪我的伙伴们 都这样说 当一只小虫子 一点都不好 除了屁股会被苍尔刺痛 除了会被小狗撒的尿 念得昏童昏脑 当小虫子 还有哪一处不好呢 孩子们都觉得毛龙龙龙的小鸟很可爱 这就是毛龙龙的小鸟 它们是不是很可爱呀 小虫子可不喜欢小鸟 你瞧 当它们在树枝上唱歌的时候 它们被小鸟给吃掉了 对吗 它们在草丛间跳舞的时候 小鸟可能会 对呀 小鸟可能会来个突然袭击 扑向它们 你瞧 小虫子的世界 真是处处有危机 处处是惊险的 难怪 读一读 所以呀 伙伴们都说 当一只小虫子 一点都不好 当小虫子 真不好 想想看 当一只小虫子 还有哪里不好呢 你可以借助图片来说一说 也可以自己想象一幅画面 开始吧 我们出去溜达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蜘蛛网 不然 它的蜘蛛 吃掉的 一不留神 我们会遇到 捕虫草 捕虫草 你看 哎 真是处处是惊险 你看 小伙伴们 发现当一只小虫子 一点都不好 那我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当一只小虫子 还真不错 那 这一部分呢 就留在我们下节课 再去探讨了 好 下课 下课